天气太热没胃口,一定要多安排点素菜,素菜也可以很下饭很好吃,一定要去试试这道外焦里嫩,软软糯糯的茄子烧豆角,能让你狂炫两碗大米饭。 别看食材很简单,做出来味道却一点都不简单,豆角给它改道切小段,茄子给它改道切条,茄子的表面给它喷点水,再给它来两勺生粉。 油温有点冒烟就把豆角加进去,把豆角炸到表皮起泡,这种状态即可捞出备用。 离油后的豆角表皮是发皱的,油温给它升高点,来把茄子也炸一炸。 先不要翻动它,等表面炸定型再给它翻动,用锅铲给它摊摊平,使每块茄子都炸均匀点。 快看看,高温炸出的茄子一点都不吸油,炸到这样表面金黄酥脆即可捞出备用。 不用太多油也能把豆角茄子炸得很漂亮。 先来调一个酱汁,来两勺蚝油,少许生抽,少许盐,少许鸡粉,再来半勺生粉,再来小拌碗水。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。 锅内留底油加入蒜末,给它炒出香味来。 炒出香味后即可加入炸好的豆角茄子。 淋上刚刚调好的酱汁。 开大火给它翻炒均匀,让豆角茄子把酱汁吸收进去。 这时候锅里已经看不见汁水了,即可盛出装盘。 句句句下饭的茄子烧豆角就搞定了。 这样外焦里诺咸香的茄子烧豆角,学会了吗? 学会了赶紧去试试做起来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